还记得夜市人生李小童星金大风吗?消失八年如今帅气长相曝光,网友都超惊讶。 夜市人生在2009年播出,当年红翻拳台湾,很多人都深深记得金大风喷真奶或雷红暴局的那一幕。 很多阿公阿摩中午都要看夜市人生重播配饭,很下饭呢? 本戏描绘夜市人物的生活,待望很多童星,你还记得当年顽皮的角色金大风吗? 现在他变了很多,还是很帅窝。请看金大风小时候的样子,大大的眼睛和线赏明星一比,完全不逊色。 陈美凤当年饰演蔡月霞,最近她和许多童星相聚,她的访问也成功唤起了很多细迷的回忆。 大家先来看看陈美凤拍摄夜市人生的剧照,因为陈美凤比较少跟金大风对系,所以我们先看陈美凤和其他优秀童星的剧照。 上图,分别是饰演李小转的李玉凤,许来发的附显浩。 美凤在夜市人生播出八年后,又找回四位童星。 看着同情们终于又在镜头前合体,他们和陈美凤大谈现在过得怎么样,大家都坦言夜市人生杀青后,因为他们忙着课业,所以比较少联络了。 幸好有这次难得机会,才能再碰面。 其实,几位童星的相聚,也是因为民事举行20周年台庆,因为演出民事本土剧爆红的艺人,都回到娘家庆祝,当然包含几位童星了。 画面左二的高大男生,正是饰演金大风的许易川,他还是高中生,但穿起黑色鼻挺衬衫,还是很有男子气概。 饰演李友志的刘宇谦是陈美凤认定改变最少的一位,长得很高,可是脸和小时候很像,大家都觉得他改变最少。 一起回顾当年许易川在夜市人生里的超龄演出吧。 过了几年后再看这段演出,还是会被气到发抖。怎么可以队长被喷蒸奶。 我会见到你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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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见到你了。